仔細聽取工程人員簡報 在台東縣長黃建廷的陪同下 副總統吳敦義9月13號抵達台東 視察南迴台九縣 拓寬工程 雖然在兩年前 工程承包商轉包的問題 延誤了拓寬工程 而這次親自視察 看見進度超前 都給予工程單位大大的讚揚 短折10年8年的時候 也許5年8年的時候 這一天終究要 要換到雙路雙回 高速公路也是一樣 將來一定會有 高速公路 環島的高速公路 所以你們要加油 謝謝 加油 副總統 現在算進度 有所超前 當然 總體來講是遠後 但是 現在新的 重新發報以後 進度超前 而且符合未來電氣化 雙軌的 這個原則 所以我看 很欣慰 我覺得 對台東啊 過去 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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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比較緩慢 今年來 黃縣長非常積極努力 那配合中央政府 在台九線啊 在鐵路上的 重大的建設的改進 那國際觀光客 每年也都增加很多 那花東現在變成 我們必有之地 所以有好的縣長 有正確的中央的政策 跟支援 我覺得我們整個國家的建設 都在往前邁進 而其中 台東的進步 是看得見的 我也非常高興 除了視察南迴公路 正在進行的 透光工程之外 也前往金峰鄉 馬里福勒部落的永久屋 關心當地的居民 更受到了當地民眾的 熱烈歡迎 新城中副總統 對於台東縣長黃建廷 這幾年來的付出和用心 也表示大大的肯定 東台新聞綜合報導